原标题 蒋晴晴被小三状告侵害名誉权者或赔13万余元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九州海上沐云记》 让容颜老去蒋晴晴成了既平平无奇古天乐 家里最丑刘亦非后又已被网友疯狂吐槽的对象 颜值演技双再现的南枯皇后 却被不爱自己的皇帝沐云琴逼的人格扭曲 连原著作者都对这个眼下皇帝不能忍 这样盛世美颜的皇后在身边却视而不见 皇帝沙然而谣言却不暇 所谓人红是非多 早在今年7月6日 一篇题为《无X》被蒋晴晴三了的前半生 笔马XX演的还要带感多了的文章 出现在由成都商报社主办的谭子网和其官方APP软件中 文中指指蒋晴晴作为第三者插足别人的婚姻 并按指讲插足别人婚姻与他人的自杀有因果关系 该文一爆出就被众多网络媒体转发 随后蒋晴晴将成都商报社告上法庭 要求被告成都商报社在各大网络媒体的首页制定位置 和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致欠不少于90日 并赔偿精神损害府未经100万元 公证费1700元 律师费3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在庭审中被告成都商报社便称 一被告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并不存在诽谤的情形 并未降低原告的社会评价过不够 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 涉案文章内容表述基于多年来媒体的报道 属于转述并非对原告的诽谤 被告没有侵权的故意 原告作为公众人物应对媒体报道及社会评价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涉案文章影响力小 并且其表述并未造成对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不应被支持 被告早已删除涉案文章 被告的行为也不够成侵权 原告要求赔礼道歉及支付精神损害 抚慰金的请求与法无据 三其他网站转载的涉案文章 不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案件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谭子发布的这篇文章 所述内容是否属实和该文是否 对原告讲情形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上 经过审理 朝阳法院认为涉案文章标题用词 及意识受众理解为原告破坏他人婚姻关系 带有明显的贬义 同时涉案文章的内容 一带有明显的贬低色彩 并暗含原告导致他人自杀之意 被告称涉案文章中的内容表述是基于多年来媒体的报道 却未指证证明其相关内容的真实性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中的要求 新闻机构对于新闻报道 无论是自采还是转发都必须注明新闻消息来源 真实反应获取新闻的方式 不得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和手机信息 不得直接采用未经核实的社会自由来搞 被告作为专业的新闻出版机构 应当对发布的文章尽到审慎的审核义务 被告发布的涉案文章中 对于原告的相关评价建立在未经核实的信息基础上 并且带有明显的指责和贬低之意 原告作为大陆知名演员 具有相应的社会知名度 其社会评价直接影响其自身的商业价值 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 被告的行为降低了原告的社会评价 应当认定为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法院最终判定 被告成都商报社在其主办的谈词网及APP的显著位置 对侵犯原告奖情情名誉权一事 登在致欠声明 登在时间不少于30日 并赔偿原告奖情情精神损害 抚慰今时万元公证费1700元 律师费3万元 被小三的奖情情终于得以平反 成都商报社也在判决下达后履行了赔偿义务 并发布了致欠声明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广泛普及 名人被小三被死亡的八卦一缕剑不鲜 此案也提醒我们 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都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千万不要觉得互联网就是百无禁忌的法外之地 如果使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法人的名誉 无论你是普通的网络用户 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都要为侵害他人民是权益的行为付出相应代价 来源人民法院报为信公号 责任编辑贵墙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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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